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我们用白萝卜和鸡蛋 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新做法 首先我们把去皮后300克的白萝卜擦成细丝 擦好后再把它们切得碎一些 然后把它们放到一个干净的大碗里面 再打入3颗鸡蛋 鸡蛋的重量大约是180克 再加入一勺盐 半勺五香粉 一勺生抽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让它们入一下味 再把我们提前切好的150克韭菜也加进来 再加入半勺香油增香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再次充分搅拌均匀 再少量多次的加入大约200克普通面粉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这里不需要额外的加水 我们要利用萝卜本身的水分来调面糊 最后把它们一直搅拌成像这样粘稠的糊状就可以了 电饼铛先刷一层食用油 不用开火 直接把我们调好的面糊倒入电饼铛里面 先用铲子给它们摊平整一些 再撒一些手指码增香 然后盖上盖子 用中小火烙五分钟左右 一直烙至两面金黄用铲子按压不塌陷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出的早餐饼既有萝卜的清脆 又有韭菜的鲜香 做法简单快速又营养 用来当做早餐也是很好的选择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大家